选战毕竟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今天举行百万家庭照顾者站出来 也呼吁候选人不要忽视照顾者及被照顾者的选票力量 发生在今年9月 一名高龄83岁的老先生在淡水马街医院杀死生病的65岁妻子 然后自杀的照顾悲剧引发社会关注 新闻上不时都会传出有照顾家庭不堪照顾压力 选择走上绝路 这种无助感 一个人照顾两个寒病儿的苏妈妈感同身受 还有手还包着纱布的廖阿姨 69岁的她要照顾89岁的失职妈妈 是标准的老人照顾老人家庭 我家236岁的三个人 我这样子每天抱上抱下 到最后我两手都肿到不行了 根据估计国内有百万的照顾家庭 选战逼近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也为他们发声 呼吁候选人不要忽视照顾者及被照顾者一加一的选票力量 并公布过去四年发生照顾悲剧最多的是新北市高达十建 再来是桃园县台南市嘉义县 另外也发现基隆市金门县连江县 官方的网站完全没有喘息服务讯息非常不友善 总会也提出三项诉求 呼吁各县市政府建立高风险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方案 以及喘息服务涵盖率的监控指标 也希望家庭外劳休假时的空窗期喘息服务能做到无缝接轨 并要求各县市候选人能够回应这些诉求 记者先自郭俊麟台北报导